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了一段 净功发思 发语 这个我都不知道 那么像这种情形 过去我们国家宗教局局长 叶局长 我们都很熟了 他曾经告诉过 他说国内有一些不如法的这些人 也不一定是佛教徒 冒充法师的名义 在国内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他说法师你完全不知道 他说这个与你不相干 这些事情由宗教局 由公安机构来处理 我也很感谢他 我确实不知道 大概不止这一样 叶局长说这种事情很多 最普遍的当然就是印诵 经书光碟 没有批文 而且怎么样 他拿去贩卖 凡是贩卖 一定要纳税 那么他这就是漏税 如果是赠送还情有可原 拿去贩卖的话 这个一定要向政府拿税 这个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些事情 我想还是让国内宗教部门 有关部门去处理 我们实在讲 问不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 讲我们花眼镜 啊 南无阿世达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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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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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